頭暈 我頭暈 我頭暈 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 Oldman 今天 我們 回來了 各位新年快樂 我們終於回來方舟生存啦 今天呢 我們來介紹一個 還蠻有趣的一個模組 是老頭昨天晚上在翻工作房的時候 翻到這個奇怪的模組 其實要說也不是很奇怪 這個模組呢 其實就是 該怎麼講 它叫變形金剛模組 那我已經講了 標題叫做 變形金剛模組 那想當然而不用想也知道 就是這些恐龍呢 在座的恐龍 都是垃圾 沒有啦 不是啦 在座的恐龍都會變形 這邊的每一隻恐龍呢 他們好像是都可以 在野生馴服的 這個野生馴服的話 這個我就不是非常的了解 因為老頭全部都是用指令召喚出來的 好不好 熊哥 是不是 你是不是被我召喚出來的阿 我是被你召喚的 對 沒有錯 他們全部都是被我召喚出來的 所以說呢 是不是在野生娛樂道 我就不清楚了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這個模組放在這個 工作 欸不是工作 那個影片下方 你們可以自己去訂閱 然後自己去下載來安裝來測試一下 它是會生在野生地圖裡面 還是說要用指令召喚才會出現 這個我就懶得去研究了 老頭只是把它全部召喚出來 來介紹給你們看這樣子 那首先呢 要讓他們變形其實非常的簡單 比如說像是這隻恐熊 我已經騎上去了 因為是用召喚的關係 所以說好像可以直接騎上去 基本上好像他們有配屬他們自己的鞍阿 那你們還要額外做他們的鞍才可以騎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我們騎上去之後呢 我們按我們的Q鍵 它就會變形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恐熊會變成什麼 這隻恐熊變成一隻鋸齒鯊 哇在陸地上也能攻擊的鋸齒鯊 我覺得我應該也不意外吧 美國都有龍捲風鯊魚了 美國有一部電影叫做龍捲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是怎樣啊 夭壽喔 哇他跳的時候在空中可以瘋狂抖啊 這隻很厲害喔 在陸地上不會身亡還可以在那邊抖喔 居然會落地受傷 我就直接變成一隻恐熊 先跑到海裡再游就好了嘛 然後你看他右上角變身的時候 他都會倒數6秒才能再變一次的樣子 是10秒更正是10秒 來吧回歸大自然吧 可愛的小鯊魚啊不對 哇這個地方是潛灘 我們要到更深的地方了 來來來 這邊就可以了這邊就可以了 所以說呢這種變形金剛模組的野生動物呢 你抓到之後啊 就可以變成什麼水陸兩漆 還蠻方便的 變鯊魚了 變鯊魚了 奇怪 變鯊魚怎麼還不能有 你不要抖啦 抖什麼東西 有了有了有了 耶啊 為什麼不能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有沒有 在水陸兩漆 直接在水裡了 跟其他的鯊魚比你 算什麼 來啊 來啊 啊不對啊 為什麼這邊的鯊魚那麼強 啊幹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這邊的鯊魚怎麼那麼強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勁不對勁 剛剛游到岸上 快跑 後面有鯊魚在追我 我們要死了 好吧 那看來你就在這裡好了 好不好 我們這次一直是在陸地上的鯊魚 而且不會是 而且是不會有事的陸地鯊魚 有沒有很猛 像是這隻古神翼龍 他的變身是什麼 變成一隻青蛙 為什麼啊 古神翼龍變一隻青蛙 是怎麼回事啊 也太好笑了吧 然後去攻擊一下這一隻 直接秒殺 然後在空中馬上變身 有沒有感覺蠻帥的有沒有 跳來空中變身 有沒有那種變形金剛的感覺 這是我們的古神翼龍 再來呢 這是我們的五齒翼龍 五齒翼龍變身變什麼 變成一隻四肌龍 陸地上最快 應該是說陸地上移動速度 最快的一隻 一隻生物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有點跳不太起來 是跑太快的關係嗎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遜猛龍 遜猛龍 遜猛龍按Q變身是什麼 兩隻變身都是變成陸 陸地形的 不是變的陸 變的陸地形的 這隻是那個劍齒虎 可是感覺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遜猛龍跟劍齒虎其實都是 突擊性上蠻強的生物啊 所以說我覺得他這個變身其實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應該要 要選擇 對自己比較劣勢的 形體變身才對阿 比如說像是 像是我們的遜猛龍 對空不行 我們就可以變成會飛的嘛對不對 可是他這次變身兩隻都是陸地的 我感覺是其實 還有待 有待調整阿 有什麼突然lag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恐狼 這隻恐狼的模組呢 是用 是用我們現在最新的模組阿 然後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隻恐熊也是阿 都是最新模組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變身 哇變成一隻燈籠魚阿 哇這隻燈籠魚也是 在陸地不會死亡阿 彈圖魚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他會不會狼好 欸他也會耶 暗C有沒有那個嗅覺能力 欸沒有耶 這隻居然沒有嗅覺能力偵察的技能 所以說這隻還不是新版的 新版的恐狼喔 好像是舊版的 因為要少了這個技能 你還是跟我們的鯊魚哥做伴好了 好不好 你們兩個就在這裡一輩子吧 好不好 你看在陸地上的這個燈籠魚 其實長得還蠻醜的 其實看起來還蠻恐怖的耶 如果在路上你們看到這兩隻 你們會不會嚇死 絕對嚇死吧 我覺得我也會嚇死 我的手機鬧鐘響阿 好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 阿龜你也想要變形是不是 看來是沒有你的份了阿 來 阿根廷巨英的變身 唉唷 變成甲龍 一個空一個陸地 不錯 打 可以可以拿來敲石頭 敲一下就爆了耶 威力有這麼強嗎 我們這個甲龍是一敲即爆的那一種 哇 碎石給超多的耶 哇塞 那這樣子變阿 變成阿根廷耶 欸這樣太作弊了啦 這隻一定要 這隻一定要 要抓 如果你有裝變形金剛模組 這隻一定要抓 因為他會飛 幫你採集石頭 飛到那種高山處有沒有 採完之後再變形 然後再回來 太作弊了這個太作弊了 這隻 阿根廷巨英 欸不是 這隻是 風神翼龍 你們是很久沒有看阿琪了 好啦 其實他也不是阿琪啦 只是長得像阿琪的 風神翼龍 我們看一下的變身是什麼 哇 這是什麼 我想起來了 什麼聲音啊 等一下這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了 蛇頸龍 我想起來了 蛇頸龍啦 哇 哇你有看到蛇頸龍在陸地嗎 還活著的蛇頸龍在陸地 欸拜託這個龍以前 我在深海探險的時候 真的被他嚇得半死阿 超大隻的 好你看 這第一次看到他在陸地上 不會死掉的阿 怎麼辦 我們現在想辦法 讓他回到 回歸海裡阿 我們先帶他 飛到前面一點好了 讓他回歸大自然 好不好 我覺得我會被咬死欸 我要不要點一下血量跟攻擊力阿 被咬死就不好了阿 點個5000好了 他到底回血的東西在哪裡阿 奇怪為什麼這裡弄不到半個回血 今天有一個那種加號的那個回血符號 還是說改版之後就消失了 太OP了是不是 算了不管了 來來來我們變身 衝啦 我要回歸大自然 便當 結果摔到旁邊 摔死了 哇 哇 對不起阿 我不是故意的阿 我還是回家好了 I'm sorry 我居然把他弄死 抱歉 我們的 我們的阿琪 終究還是阿琪 被弄死了 不是我的錯 是他自己沒站好跌倒的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變形金剛 好的除了剛剛介紹的那些變形金剛的恐龍之外呢 其實還有另外四隻 老頭還沒有把他搬出來 因為呢其中兩隻呢老頭覺得他蠻特別的 那另外兩隻呢老頭覺得還蠻不確定 他們有什麼能力 所以說呢一併把他排到最後 現在已經在我們的眼前了 請看 登登 有沒有 就是我們現在眼前這四隻 機械暴龍 炎石巨人 以及我們的帶絲 還有我們的迅猛龍 那據我所知呢 迅猛龍跟機械暴龍這個能力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呢 炎石巨人跟帶絲的這個能力呢 我還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說呢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應該也不是講解 先來體驗一下 炎石巨人跟帶絲的這個能力是什麼 但是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他們都只會變身一次啊 那我們看 我們帶絲基本上能夠翻山越嶺 爬牆 好這些都是很常見的嘛對不對 誒 阿這隻怎麼不會爬牆 我靠北 誒誒誒我卡住了 要許我 我們最好不要太靠近 因為我已經聽到那個聲音了 那個聲音的那個聲音我知道是誰 好那個最好是不要靠近他們 不然會被弄死 好不好 我們這不如就直接看一下變身是什麼好了 來來來 喔 變成劍龍啊 劍龍是屬於採果實也是蠻一流的那一種吧 所以說這隻帶絲也是就是可以爬山爬到山頂然後採一些果實 他平時走路速度就很慢了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變身之後走到這個樹果蟲的旁邊 去採這些果實 這個數量其實也蠻可觀的阿 然後採完之後再變回迅速比較敏捷的帶絲 然後再帶回來這樣子 哇這麼酷喔 還蠻屌的阿我覺得 OK 這應該就是只有這個功能而已吧 這個帶絲應該沒有其他額外的功能吧 按C鍵也沒能力 C鍵就只是怒吼而已阿 阿 噴一下口水這樣子沒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岩石巨人好了 怎麼辦我們那邊有一隻黑暗的施救獸 會不會來弄我們阿 我有點想要把他弄死欸 算了不管了 我們的岩石巨人呢很基本的就是 抓石頭丟石頭 C鍵一個旋轉攻擊 讓看一下變身變成什麼 這個是這隻什麼魚阿我有點忘記了 這隻這隻忘記叫什麼魚了 荔枝魚是不是 哇又是在海上會抖抖抖的魚阿 哇 在路上 我們就沒有什麼移動能力了 只能利用跳躍的動作 好好的做前進 阿龜成為我的食物吧 我們這阿龜好硬喔 我的阿龜 阿龜生命力堅強阿 我們還是變成食巨人好了 好不好 我的食巨人走路好慢喔 這麼快就沒體力了阿 哇中看不重用欸 我們食巨人是吃什麼 好像是吃硫磺對不對 好不管了 來來來 我在想說要不要讓他回去跟那些魚兒團 團圓阿 團圓好過年嘛對不對 好不好 算了 把你放在這裡 把你放在這裡好了 完了我卡住了 完了我卡住了 我們這魚兒就在這邊 吸空氣 不要理他了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的重頭戲來了齁 我們這個呢 先來介紹一下 咱們的這個機械暴龍好了 機械暴龍這一隻其實蠻特別的 你看他走路會ㄎㄎㄎㄎ的聲音有沒有 喔有那種金屬的感覺有沒有 還蠻屌的 然後呢他這次的這個怒吼好像有沿用新版本的霸王龍 好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恐龍上buff阿 還是說讓他們讓這些其他恐龍暈眩 有辦法嗎 看是沒有耶 吸劍有沒有功能 吸劍沒功能 好不好我現在稍微直接就 進入主題了阿 這隻霸王龍呢 喔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這什麼 這大便是不是 等一下我蠻好奇這什麼 欸 欸 這邊怎麼會有龍蛋阿 欸這個龍蛋是 完了算了不知道 把它撿起來 好不管了 好我們這隻霸王龍呢 這隻的特殊能力就是他會變身七段 喔 就是你按Q他會變第一種 再按Q他會變第二種 好不好我們先來變第一種看一下 喔 這個第一種是 機械三角龍 很酷喔 喔 可是他比較缺點就是在於說 他變一次要等25秒才可以變下一次 而且呢 他不能讓你選擇你要變什麼 喔 這現在就是比較不好的地方就在於這裡 你無法選擇你想要變什麼 你只能就是用順序的方式慢慢的等25秒再變一次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隻 阿 我們的第二隻 變成了劍龍 阿 一副很幽災的樣子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還必須再等個25秒 好不好 咱們必須再等個25秒來著 阿 才可以再變下一隻 阿 我們下一隻應該是這第二隻嘛 加霸王龍本身第三隻 好吧 那我們第四隻 我們看一下第四隻 好 第四隻變成複劫龍 好 移動速度快多了 還可以跳躍 好 還蠻帶感的 整個都機械化了 我覺得他這個特點就是這一隻阿 我覺得在變形金剛裡面最特別就是這一隻了 他可以多段變身 但是呢 就變得是說 你必須要變到你想要的還要花時間 其實說實在的有點不太 不太方便啦 我是這麼認為 並不是很方便 好不好 我們現在時間又到了 再變下一隻 現在第幾隻 一二三四 這是第四隻 我們變第五隻 第五隻 怎麼又變回來了 他這是隨機的嗎 怎麼又變成劍龍了 不是說可以變六種 奇怪 官方不是說可以變六種嗎 還是說真的是隨機 哇尷尷了 尷尬了 哈哈哈哈 尷尬了 所以說這個是變成 變回原本第三階阿 第四階是復節龍嘛 好我們看一下 辦法變到第五階 他變回來了耶 哇哩哩 哇變回來跑好快阿 呃阿我要吃了 讓我吃了 怒猴 哇居然不怕我耶 吃我 吃我快點阿根廷 哇哇哇哇哇哇 哎呦哎呦哎呦 我卡住啦 哇我超暴力的 哇靠那邊好多魚喔 我可以下這些魚嗎 完了 我是不是卡住了 哇吼 哇這邊魚超多啦 以後來這邊補魚了 哇好爽喔 好爽喔 一多魚讓我補耶 好算了不管了 我們下一個變身有沒有變到第五階段啊 怎麼又是這個啊 啊縮好的六階勒你給我騙 我們是少一階啊 怎麼都是這幾隻啊 縮好的六階呢 還是說這次最近更新 最近更新已經改版了 少了一階還是少了兩階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覺得那個June的聲音很吵 可以等我一下嗎 我現在想要把那個會June的那隻給解決掉 吵死人了 給我個給我個一分鐘 我馬上就給你全世界 真的很吵 在哪裡啊吵死 喔就是你啊在那邊 可以安靜一點啊 安靜一點好不好 好不好不要在那邊啾啾啾的 煩不煩啊 我覺得還蠻煩的就是了 OK 終於解決掉煩雜的噪音之後呢 OK我們繼續講齁 來 唉唷這魚好恐怖喔 這魚嚇到我了 我們再變身一次 再沒有就算了好不好 來 喔有有有這次變了第五階段 風神一龍 應該可以抓吧 我們抓一下在甲龍看看 欸可以耶 甲龍 喔 好我們把牠直接丟到大海裡面 阿我快沒有體力了 這肥曉曼喔 NO 好幫牠配贏 完了沒體力了沒體力了 找地方休息 在這裡休息好了 我們又可以再變身了 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這是第五階嘛 剛開始是霸王龍 三角龍 劍龍 複劫龍 然後再來是這一隻 喔 變成了 蒼龍 哈哈哈哈 OLY SHIT 哇 超自然震動阿 這這怎樣阿 呃 不太好吧這樣子 哈哈哈哈 欸我頭暈我頭暈 OMG變成金剛當機啦 哎呀 頭暈我頭暈 我頭暈 這個這個沒問題嗎 蒼龍你這樣沒問題嗎 你抖成這個樣子 呵再變一下 好變回來了 所以說這六個階段就這樣美了嘛對不對 霸王龍 三角龍 劍龍 複劫龍 然後 風神翼龍 再來是蒼龍 結束了 來來來 攻擊攻擊攻擊 異特龍掛了 好好好 欸我們是同類阿不要打我 我們是同類 抱歉阿我不是故意的阿不要靠我阿 所以說這是我們的機械暴龍第六個階段阿 完完蛋了該死了 我又變回來了阿 拜託我請你停止 我真心覺得他25秒的洗滴時間其實很沒有用 好不好你大不了就5秒嘛 或者是10秒嘛跟一般的變形金剛一樣阿 耐力不足無法跳躍好吧 你們25秒 阿是有沒有這麼久阿 變那麼久才變成能幹嘛 好啦最起碼變成一個陸地型的太好了 而且你一變回來之後阿 你的耐力阿馬上就恢復了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變形金剛六連變 還蠻酷的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最後一隻阿 這就是我們的迅猛龍大哥阿 這隻迅猛龍呢 非常的特別 他沒有辦法變身 那為什麼他會納入在這個模組裡面呢 因為呢 他就是這麼的特別 這麼特別的一個存在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有沒有一個符號 來吧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我只要示範一下你就懂了 阿完蛋了這裡 我應該不會被咬吧 這裡應該沒有死人魚吧 來我示範一下你就懂了 來 看見了沒有 他的特殊能力就是這麼的屌 有沒有 他被攻擊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對手 一定要對方攻擊他 他才能變成對手 有沒有覺得屌不屌 我真的覺得超屌的 然後我的攻擊又比他還屌 你懂嗎 吸收了他的能力之後 我的攻擊力還比他高 然後之後呢 你不想要變成這樣子之後 你想變回來 再一次Q 再一次Q你就變回來了 阿為什麼變不回來 你給他騙 拜託變回來了好不好 給給面子阿 哈哈哈哈 阿要怎麼變回來 完蛋了變不回來了 抱歉讓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說明 I'm sorry 阿對阿 他說再按Q可以再變回來阿 阿為什麼這次變不回來了 Help me 可惡 可惡 要變快一點 移動速度的嗎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耶 我這隻迅猛龍 如果被那種像是蒼蠅類的攻擊 有沒有辦法變成蒼蠅 但是變成蒼蠅了之後 我可不可以騎上去 這我就不清楚了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阿 不能這麼做吧 他應該有限制阿 你看一下那邊好多害鳥 然後這三角龍 越走越遠了 他又不想鳥我了 打一下我吧 拜託 哇賽 直接把他弄死 完了我沒救了 然後我也變不回來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指令給他變回來 這個吧 這什麼功能 看沒有 變不回來阿 大哥 求求你行行好變回來好不 哈哈哈哈 完了 當機了啦 變不回來了 他明明就有變回來的功能 為什麼變不回來 一去不復返 好吧 至少變成雷龍了 快點 弄我 快點 我想要被弄 有了有了 我變成雷龍了啦 有了有了 奇怪為什麼變雷龍就變了回來 變回來了 太棒了太棒了 突然覺得變回來好開心喔 有沒有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還在開發階段阿 所以說會有一些BUG 就是會有一些就是 BUG的存在阿 因為畢竟他這個模組 算是蠻創新的 算是蠻創新的 阿這隻怎麼不動是怎樣 算是蠻創新的 但相對的 相對的怎麼說 問題也蠻多的阿 好不好 我們變一隻伊特龍好了 可是我的攻擊力那麼高 會不會把他弄死阿 讓他也咬我好了 快點咬我 哇 哇沒有人想攻擊我 是怎樣 我被咬我被咬了 欸欸欸欸 欸欸 咬我阿 我被我被推阿 不是被咬阿 喔耶 哇 哇 尷尬了 喔還好我出來了 絕地大反攻 喔沒有體力了啦 回一下 回一下回一下 我才150而已 我的天哪 確定這個耐力沒問題嗎 我一直被推阿 算了我放棄了 絕地大反攻 絕地大反攻 好 變身了一個 動作更敏捷的生物了 異特龍 OK 好啦我們準備回去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介紹模組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模組介紹再見啦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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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